晚上好,我是凡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韭菜粉丝懒人版的大馅饼 外皮酥脆,内馅超多 喜欢的话一起来试试看吧 首先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将浓口粉丝用开水泡5分钟左右,泡软备用 韭菜洗干净后切碎备用 鸡蛋刻入碗中,加入少许盐 搅散后放入锅中 煎熟以后盛出备用 锅中入少许油,放入葱花,泡软的龙口粉丝,翻炒均匀 加入一点老抽上色,一勺生抽 翻炒均匀后盛出,放入盆中 加入煎好的鸡蛋,韭菜 放入半勺13香,一勺虾皮,两勺蚝油,一勺盐 用筷子拌匀 将解冻好的手抓饼取出 中间放入韭菜鸡蛋粉丝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把四边捏合起来 全部包好 电饼盛或者是平底锅刷油 放入刚刚包好的大馅饼 煎至两面金黄 如果是电饼盛的话,就上下火烙三分钟 这样这款男人版的韭菜粉丝大馅饼就做好了